零雾缭绕 巨石耸力 中国湖南张家界壮观景色 明年吸引大批游客朝圣 但去一趟 荷包恐怕得授一大圈 这个贺兰山你是疯了吗 我这一个桥 你还要收我一个人四十块钱 中国十一廉价期间 有游客抱怨 明明已经付了门票钱 进入景区还得付人民币四十元 约一百八十二元台币的过桥费 对此官方这么说 其实不止这座桥 整个江家界仿佛俄罗斯娃娃 有不少大景点包着小景点 一构将近二十个景区 每一个都要单独收费 动辄一到两百元人民币 折合新来币四百五十到九百一十元左右 加在一起所有的门票三千五百多一个人 一个人啊 咱就说哪来的自信这么收费的 虽然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可以玩四天 但高昂收费仍然引发网友不满 说实话 无论打造什么样的城市 你如果总是以剥削老百姓为目的 那这样的景区希望大家不要去 中国社会经济不景气老百姓生活已经够辛苦 好不容易放个假出门玩还得被大割韭菜 难怪怒气值飙升引发民怨 下期新闻又绝报道